嗨,我是鱼翅兔 我们现在来到的现场是这个 第一次当网红酒上手的签书会 但是我太早来了,还没有活动 还没有开始 所以我的提示型热喉就告诉我 说我想要看书 所以就去里面逛了 然后买了两个 是这个 你觉得很重要的 9个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是个屁 我觉得这个标题让我很吸引 然后重点是它的字 其实算还蛮少的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OK可以看 那另外一本就是 小编开幕的FB 的这一个 不要不要的65个金银社群的新法 那我自己也有在金银FB跟部落格 所以我想说来偷试一下谁买的这两本书 那今天的签书会不知道会怎么样能拍多少 或者是能不能摄影 就到时候再看看 OK 那就先这样啦 到了 为什么不差一下呢 害我去踩到了 那这一袋是我要给老师跟他的助手的礼物 但是 这营料是我自己的 剩下来的 是 然后 可是有一个没有来 所以要叫他拿回去 然后 他们会不会开箱 就看他们啦 找到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可以见到老鱼啊 9.1 OK 今天 今天 各位同志朋友 以及小鱼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欢迎 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 第一次当网坑就上手的新书吧 表间名会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ing Green Up Belinda 布琳达 今天很开心的 你可以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共度一个愉快美好的下午 那我们现在 也要在这边呢 我要在此代表我们的主办单位 也就是我们出版社子鱼文化 很感谢各位外星朋友的莉莉 那我们也在这边发言 欲祝大将冲秋节快乐咯 现在就用我们最热情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 往后学习唱学义做外人Bitch出场 但我相信现场的小鱼们 还本身宣友们 都是叫他老鱼 对不对 对 好 好 谢谢您的回忆 好 那小鱼不认识了 对 非常好久 所有人都在平常上 才让你看现场 直到失败 对 小鱼小鱼 现场失败一下 是不是 好 那我们会迎接主持人 Kanita 这个是什么 从小鱼这边都用小鱼 对 对 这种这种情绪 对到头枪动力 它是有点像通过天际的感觉 会比较高烫的声音 那 没想欢迎各位来通过今天的新猪八表配 我们会觉得这个新猪八表配 比较甜蜜的感觉 它就是用我们的一枪动力来说话 好 那如果像是我们一般 各位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很惊心的 好 那我们的第一次 就是北京的感觉 这就是口腔的后领 好 那一个是口腔的地方 那 口腔的地方 大家会觉得在 里面 而且好像有点感性的 比较 好像会安慰人家 吹吊人家 你叫 Won 那这个 这个呢 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像在圈里的时候 都可以用红腔 或是你会用 安慰人的时候 好 那雄胶地方 雄胶地方 挺起来是 叫雄胶胶气 好 你会有那种 顺服力 比较有全威感的感觉 但是 不论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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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都是用 哦 你什么 OK 那你可能会睡着了 等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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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 等他 他是我看过的 因为 大部分的老师 他在教 圣语 可以教唱歌 他是唯一 在教你 是 是 是 在 但是 都没有 台湾的 这个 特质的 台湾 想法 也 所以 你看到 我的教育 就是 很多人 都是 手下 都没有练习 那 后来 就是 他 希望 能够把 这本书呢 做一个完全 和我们的经济 那才有看到 我们从上 拿的这一本 这本书 那当时 也是希望 给 很多想要 他已经 你的大朋友 小朋友 那他们有 比较正确的观念 而不是 只是大型 才要 很多人看到 你会喜欢 然后 像一些知名的 音符文 然后 你和女性抱抱 而是 然后从部落 然后帮他理解 然后帮他做起来 就可以做起来 那当然 这是电影 我们也要 特别感谢 我们出版社总编子 也是我们 余秉玉小姐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给她一个掌声 好吗 没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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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自己也会喜欢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他们不一定要 感谢我们的主编 再感谢一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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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感谢 对对对对 我想说 谢谢 哦 代表各位同哲 帮大家分享 就是 你这个 你第一次当晚 就上手 最主要是想要传达 什么样的语言 因为很多人 不到在座 已经有在拍一遍 很多老子到家 有时候 拍一遍 拍一遍 哇 很多耶 对对 很多 那 如果有拍一遍 不管出发女生 都希望能不能看到 就是 有发现 我在 有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 我们是很想要不要 拍一遍 一件事 就是 如果 让朋友知道 你 为什么要拍这遍 然后拍这个影片 然后拍这个影片 可以拍一遍 这样子 然后最后可以呢 你又在哪里 想要做的 不管是这样 我是自己马上的 世界在经营 那如果我们实在感情说 我太好了 太有趣了 都OK 但如果说 你只要麻烦 你心里 你要心里 你要在哪里 开心 然后你也要去 所以这一次我怎么出动 很重要的是 因为 有大好多的事情 例如我 然后 一下我们的影片下面 有没有 那你又在这个影片 那我们的步骤 那我们的步骤 那我们不知道什么 所以是 所以 这个步骤 也很大 我希望 也感谢 刚刚开始 做一个 不开进展的方向 所以说 你也有一个 新闻的行动手术 那个协设 然后 你不要去玩 然后 才开始去 你不要进行他的流程 你知道 你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想要 想要 他一定要 看到 他也不太能力气 所以 你为什么要做 很重要 对 就是 你为什么要当网 我为什么和你的影片来分享大家 相信大家都是从 这篇影片过程 已经提供的 自己的自我驾驶的 所以找到 想要进行驾驶 但我今天 也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到 我们期待的第一集合 一起来到现场 我们要来感谢你们 以行动来支持 我们的第一曲心 多感谢到我们的先天啊 我们的第一次 来来 找宣伴你的话 好 我们来跟我们 欢迎我们 AXON 找到欢迎我们AXON 好 好 好 各位朋友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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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了 那比赛 他知道 有马姨吗 在哪边 在哪里 你今天也是 嘛 嗨 你 KyaAX 好 他一直在那边 他有 他在点 他还在给你 雁哥 好 好 跟歡迎 我們現在呢 與大家邀請 邀請導遊會做現場教學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就只要想告訴大家 怎麼樣讓你的影片 可以在網路上讓更多人看到 好 那大家小小學啊 小小學 我讓大家看一下時間喔 因為聯合我們講義氣話 不好意思 我如果現場的講話 跟主任不再提出 也不會太陽想正常 因為在影片拍攝的時候 你們都會有進行 當然是講多學姻對不對 對 對 我們是為了你而來的 我們是為了你而來的 我們是為了老魚而來的 對啊 小魚妹 好像是太同場了 我好感動 對 行動證明 對 因為我想要分享一點 就是 你自己當YouTuber 他有想說說 你要怎麼樣是能夠 超過他們的訂閱 你知道嗎 在場的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有超過一萬的 你不用 其他人很醜 有想過你自己要怎麼 超過一萬的訂閱 都沒有 好 那我們可以下課 然後我們就知道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怎麼樣才能夠有 一萬訂閱 像現在有人用相機 有人用手機 然後會有人問我說 你是不是聲音要很好聽 你是不是畫面要拍起來很漂亮 那你是不是要呢 長得好看 要像 Hansom 要這樣 我不要做自己 像 方克這麼帥 才可以呢 有很多人訂閱你的頻道 其實 我認為這些都不用 有三個點 第一點呢 是你一定要有一個故事的結構 在你拍影片的過程當中 然後第二點呢 你要呈現 你的畫面是好看的 那個好看的程度 不代表就是說 你要用很高檔的器材去拍攝 不用 可能像現在 像魚魚 它只有用手機在開 即使你用手機拍攝也可以 然後最後一點 你的收聲音的音質 要清楚 就這三點而已 當你的故事的故事內容 要有一個完整的事件 或者是你要提一個問題 很多人的影片當中 它是沒有準確的 然後我今天拍影片 我就想說 我來拍片 好 那我就拍個老魚的簽書會好了 那簽書會呢 老魚簽書 假課 就結束了 這也沒有什麼辦法判斷 沒有 你的主題內容是 他們想要看 他們喜歡 那你拍片環境試試到 人家 讓觀眾看板都覺得 欸 這個看板很舒服 他畫面這件事情 我剛才有說到 你可以用手機拍 你可以用相機拍 任何的方式拍都可以 但只有一個重點 好 就像 比如用手機拍的話 請記得 一定要呢 用橫的拍 好 不要直的拍 它會有什麼效果 旁邊黑黑的 黑邊 黑邊 會有一個黑衣框效果 就是你看到我的人這邊 就是你旁邊的那個 對 所以中間的人是正常的 但你放上 放上衣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很奇怪 這兩邊是黑色的 好 生命呢 今天 要Q一下 大獎 這一組呢 是 我們現在來講麥克風 他還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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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一下遇到 但之後我會帶領他那個上市 他的價值 大概超過台幣六千塊 聲音一定要用買 一定要用買 一定要用買 很重要 我要說實在 有很多人他的聲音很糟糕 就是 他沒有接麥克風 你沒接麥克風 就很像 我今天站在這邊 然後你在那個餐 你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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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很多人的經營跟造物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花時間 什麼叫花時間 你要花時間拍片 拍影片 那我要在這邊講 我之前還是教學有講過 但是我在這邊重新聲明一次 請大家不要每天拍影片 請不要每天拍影片 請不要每天拍影片 我會講三次的 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我知道有很多人 他不是全職在做YouTuber 然後他比較喜歡學一些很紅的 很知名的YouTuber 每天能夠發兩部影片 對不對 請不要這樣子做 你可以一個禮拜發一部 一個月發一部 甚至你一年發一部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做第二件事情 發時間 你一定要剪輯影片 一定要剪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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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再來 第三個 你要花時間 享受體內容 拍一些對別人有興趣的地方 在YouTube上面 一些熱衡影片 你可以去找一下 畢竟講這麼多東西 好像一萬人訂閱 什麼困難對不對 你看這樣的感覺 除了那一個 已經超過一萬人的影片 有的不會呢 不容易達到 有可能很難 對你來講有點困難 可是你要想一下 當你會得到一些好處 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 你可以跟我的知名創作者 作家一樣 搞不好可以出一本書 但書裡頭裡面 會是叫做第一次到網上手 可能會是Part2 好處 好處 那 或者說呢 你不會唱歌 你也不知道呢 怎麼樣發生 但你也可以出唱片 我就不求誰 你自己想像 這邊有一個人 唱會 直播了六點多小時 所以你會有視頻度 然後你也可以建構你自己的事業 但這些真的 就像我剛剛講 你要花很長時間去做一些經營 跟做一些未來 要走的方向跟走的位置 那我希望我剛剛講到的是一個 第一個 不要有故事 不要隨便想著說 我今天要拍一個影片啊 如何第一次讓網上手 老魚教你呢 六個月 達到一萬個訂閱 這個影片就可能都比較多了看 然後再來 你的畫面 是清晰的 是打扮的拍 然後你的聲音 是不是有那個麥克風收音 好 我們的掌聲 謝謝我們老魚的分享 好棒 請給我 聲音 不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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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